看丈夫态度坚决 婚姻濒临破裂 感觉到弱势的王女士提出了自己想要赔偿的要求 这似乎也让调解陷入了困局 调解员决定进入密室环节 一进密室 陈先生就再次坚定要离婚 而这一次 他说出了在场上没有说出的 自己心里的苦楚 这个婚姻在我家前 这么几年来 一直都抓到这个不放 咬着不放 走到哪里不放 他这个人非常用暴力的那一种 我都怕了 你要用刀也砍过 我这个头啊 我的印子这么长 那刀砍的 是吧 那用凳子也砸过头 不知道凳子也砸了过多少 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在忍受忍受忍 我看小孩子长大也没有什么改变 每年的开导 现在我一点希望都不想 也许是妻子曾经的暴躁脾气 给陈先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在场上一直表现的冷漠的陈先生 竟然委屈地哭了起来 在安抚了一番陈先生后 廖喜玉来到场上与王女士沟通 希望能得到王女士就这些事的说法 那个头上是 王女士显然对自己的过失行为也感到愧疚 而她对这个丈夫还是抱有挽留之心的 与此同时 观察员徐晨刚跟密续里的陈先生 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我更给你提点建议 我觉得你对这段婚姻也好 对自己也好 对于整个婚姻当中 你的所有的行为方式也好 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没有交代的那种 这才是会让你走的 我们会觉得有点不明不白的味道 你有很大一个毛病是 你在婚姻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你第一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当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 你也就不想去解决 比如说她这么多年不叫你们爸爸妈妈 你居然让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持续下去 你没有直面这些问题 你就觉得这些问题好烦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让她慢慢的延伸慢慢的 假如你今后 你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女孩子 又在一起结合了 双方可能都有各自曾经的家庭孩子 也许她对你爸妈妈妈再好再好 稍微对你的孩子一点点不好 你的爸爸妈妈就肯定会很讨厌她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移到你的性格 你一贯的处事方法 你又会让问题在那里恶化 你今天来 你不要去虚大定义 我们要你去离合 这都是你们个人的选择 但我们希望你看清楚 这段婚姻里面 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对了 哪些地方要改进 陈先生一直默默听着 并不时点灯 他是对自己的问题也有所认识的吗 他会考虑再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吗 然而当廖喜玉再次回到面试时 他还是果断选择 不再接受妻子 看到陈先生如此坚定的态度 观察员李小云决定来到场上 与还在等待丈夫回心转意的王女士进行交流 如果说他很坚决的要跟你分开 他就是不想跟你过了 不管什么原因 不管什么理由 这个都不重要 你知道吧 你说你的这个闺蜜 是不是他的一个借口 到底有没有什么 我真心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看这个结果 他是不是真的不想跟你过了 比我们离得太近了 就两里路 如果离他分的话 离他不见抬头见的人 如果过得好还好 是过不好的话 真的很丢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您可以活得很好 我为什么不可以活得好 我能不能克服这种怕 去接受他坚定要离婚的结果 并且我能活得更好 这个才最关键 那么密室出来之后 王女士和陈先生12年的婚姻 要就此结束了吗 还是一切还存有变数